你好,财经揭露,大家好 这是第3节 上星期我们有说过关于香港的铺位问题 我们看到有些旺的地方的尖沙咀那些,铺租真的由过百万租金跌回八成 现在变回1986年的租金水平 于是那些朋友就在下面留言,又有不同的意见 现在我们呢,何志光,你觉得如果没有自由是没有外国人来 我们香港单是自己人的洗肺,能不能够撑起现在的铺租 这个市场已经告诉你了 不用我说,他告诉你 就是没有这么多人肯承接这么高的租金,铺租了 要不就是业主硬顶,要不就是见真章,暴跌都租出来 那现在开始见真章了,是不是? 我认识有不少的业主都继续发他的梦 对啊,对啊,继续,你不到租金就免购了 那些仍然是不少的,这个数量 那就是在街上就要凶它了,没问题而已 是啊,那变了就是,其实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希望开关了 跟着国内的人来消费,香港的经济就好了 但是其实这个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会不会开了关,其实这人来消费的都是很硬呢? 或者根本上就不想来香港消费 因为国内已经很多东西玩了 只有我们想去国内消费而已 因为你现在看电视机他们介绍国内的旅游节目那些地方都很精彩啊,是不是? 所以开了关可能是我们香港人上去的 那究竟是怎样呢? 那我留下,其实呢 有两位朋友在下面留了言的 那我觉得也值得读一读吧 那May Ten,何志光,麻烦一下 我相信国内人来的,他们是 哥哥,我是广东人 我的同学同事几年前已经不喜欢来香港了 他们宁愿去澳门和泰国和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买东西 所以每次只有我自己一个个来 不过我这两三年都少了去香港了 而且内地什么都有,产品又便宜又漂亮 香港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吸引他们的城市了 是的,是的 好了,那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叫做花姑姑 我的名字很有趣 真的,国内很多来澳门的游客都说 即使香港开关也不想去 澳门的疫情稳定 很多国内旅客都想去澳门住几天 扣购物,很多名店门外都是排长龙的 是的,这个是挺善意的 即是他只是踩香港,不踩澳门 但我听澳门又不算很好 我看完之后我也翻查了一些纪录 因为我和何智光都说了很久了 香港要有多些国内的游客 首先是要澳门有先的 澳门復甦了才转到香港的 这是我和何智光的看法 我们去年都是这么说的 是不是? 如果澳门都不行 香港也不用想了 加上国内的人 他觉得香港人是比较黄 所以他们不喜欢来香港 这个有可能的 但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在大湾区里面 澳门OK的时候 澳门也不算OK 澳门也不算OK 我们可以看看有些客观 我问了另外一张图 澳门爆疫 游客散水 倒收插水 这个就是澳门的channel 应该是上两个月发生的 他们早一轮就好一点 但是据我了解 好一点就跟以前差很远 其实跟以前差很远 没有了那些豪客 因为大家都明白 国内防止洗黑钱是很厉害的 也要防止那些人将大量的资金 游过去澳门 如果你是真的去旅游的 没有问题 但是想着 拿着钱去那里做事 就可能真的有问题 这个 形成他们的生意 都是很正常的家庭 在那里玩消费 早一轮就因为有疫情的缘故 股票是很实际的 我就选择了27元出来 可以给大家看看 在这儿了 真的都挺严衰 还有呢 它是4月那时候 一见了76元之后 就更插下来 就去44元那边 那 插迫这么急呢 其实 我自己 你会觉得 是因为单单疫症这么简单呢 我觉得不是 嗯 明白 明白 我们刚才都说了 大陆都 都会捏紧了 那些钱去流出 流出国内的 就是说 有一些大陆旅客 你不能带几十万 澳门倒 应该这些是看得很严 以前是松的 所以澳门就很繁荣 是不是 某个贪官 某个不知什么 大家族在大陆 拿着一百几十万人民币 来倒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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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司机 开门那些 那些 人工都 收到下囊 都可能过十万元一个月 喂 那那个 传闻 某个 某个阿薇的老公 叫做不知什么龙 是替某个 深圳的前领导 贪污领导 但是呢 他出事的时候 那个领导 几十亿就找不到 贪庄库找不到 那 就 怀疑去了那个 不知道什么龙 你想想 那个年代 你想想 00年代 一个贪官 死了 无端端就 另一个神秘富豪 就诞生 现在有没有这些事情 是不是 是啊 什么味 那个老公 什么龙 是不是 就是 我几十亿 是不是 几十亿又买出 又买入 大哥 全部都三十亿 以上 大哥 那几年 多威 是不是 现在就跌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国内有很多这些故事 我听到 都 即是 未完的 这些故事 有人在私底下 讲这些 这些故事 所以 呃 所以 所以 似乎 有一段时间 这些故事 都是 个人肯很萎缩 啊 就不像以前 这么富贵 就算有钱 真的有钱 那些 他都收到不减花了 大哥 现在 拿着 这么漂亮的跑车 到处 是不是 都被人知道 可能真的 找人 问候你 真的 所以 所以 似乎 旅游业啊 舖租啊 各方面 澳门也好 香港也好 我觉得 有段时间捱咯 那 香港更加 那 如果香港没有了 自由行李 回到自己本土的经济呢 我 我意味到 似乎 真的 感觉很平民化 很多东西 很平民化 那些东西 所以 那个时代 又在这儿 何时光有什么想补充 总之 我有一个图 给了大家看的 但是刚才 刚才 我刚刚找到的 有个网友给我 他说 大陆是无意和香港通关的 因为他说 我怕 这个北京冬奥有失 不容有失 所以呢 就过了冬奥才和你通 哈哈 冬奥年 这个呢 是 北京的冬天奥运会 都是二月左右 二月左右去搞 那就过了二月 过了二月 三月才说 通关的问题 就是 摆明不信你林郑的了 你林郑现在负责 你随时 你那些人在估计 搞与病毒共存 突然间又豁免一下 Niko Kimmen来香港 是不是 那些人跟我争论 说Niko Kimmen是澳洲人 不是美国人 喂 你怎么自由出入去美国啊 大哥 那些人 当然 美国当然是给他一种绿卡 至少 总之 现在 有什么难啊 澳洲 加拿大 美国的人 拿美国绿卡 对不对 那有什么难呢 但是 现在的情况就是 喂 你香港政府做得 比较 不可信 大陆就去 废视 废视 放你香港通关 充满了怀疑之下 现在就这么说 明年三月才说 你做到什么 我都不太相信你 而且 当时是特首选举 为什么说三月呢 这个当然 这个报道 有多坚 我不知道 真是 呃 所以 有01放出来 那些材料 又是不知道 01不是那么坚 就是黄丝报纸 来的 那到时代就怎么样了 是 那是不是读留言啊 我们现在 没错 没错 真的不知道怎么样 这些事情 是 如果是要 那么迟 再等多六个月呢 其实 大家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因为 做生意的又痛苦 是不是 那 那就算 喂 屈住在香港 现在很多人 放监 走走走南丫岛 长洲 那些 似乎要走多半年 真的 哈哈哈哈 哪里都去不了 所以 所以 大家忍耐 没办法 那 ok 我们看看有个叫CX CX CX 就说 2019年的楼价稍微回落 林郑即推林郑托市 空置税就没有了夏文 2020年的时候 直接消失了 现在楼价升了 又完全不见任何政策 全部官和大部分议员都忍了 那些建制派议员究竟搞什么呢 跟林郑都是同一避孔出气 连出口 其实我又要替建制派议员说句话 工联会 麦美娟就说要修改海港 但是 社会不错 那个 是 每一个 保护海港条例 都是 只是保护尖沙咀至中央的一小段 就是把保护海港条例 修改了 就可以填 启德明渠或九龙湾 其实这些海是没有用的 九龙湾那些海 我觉得是应该要填的 启德明渠也应该要填 这些是工联会有出声的 但是其他建制派,為什麼不多罵林鄭呢? 就是跟林鄭同一個利益集團 整個體系都是利益集團成員 工聯會看來不是 但某些工聯會成員是風山腿起的 因為她又是民建聯,又是工聯會 但是不說得那麼清楚了 總之很多建制派議員 那些語氣 因為梁振英是沒有說過 他說每樣東西都撐,明日大嶼是撐的 不過他覺得很急才說 要搞交易公園那時候用來蓋房子 林鄭就否決了 那林鄭的否決,當然沒有任何建制派 大部分建制派都沒有出聲譴責林鄭 只有我去譴責 大力地譴責只有我 某個工聯會成員都沒有做的 是 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 我們看到這一年來 國內去調控樓市的力度真的很厲害 我暫時來說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的實情 真的要我們去那個地方看 才知道真是很厲害 我們聽回來 或者跟朋友聊的時候 現在國內的買賣樓的二手 差不多凍結了 因為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們要 例如業主問銀行借了錢 要賣樓給第三者 如果銀行的銀根本身就很緊 根本上業主都未必有能力可以借到錢 去贖樓然後賣 又加上它現在有一個政府計算出來的一個樓價的水平 一算出來的時候 隨時給現在二手房的價格是相差20-30% 所以二手的業主未必肯用這個價去買賣 但是一手的樓花就需要醫治這個價格來開價 所以有些地方就是新樓的樓花是便宜過二手樓 OK 其實這些種種又加上鶴俱房 又很厲害 又很有型 我覺得這個真的 沒有這個名校沒有這件事 突然就是名校旁邊的房子又不知道價錢如何 剛才是混亂了那些老師嗎? 剛才我們在B那節有提 對,就是名校那件事 就是名校本來的CG就集中了 現在就把那些CG全部的老師 要調亂去其他學校上學 那些主任啊,整間學校都走光了 說真的 這樣就好了,就是平均化了 即是你現在入武,哪一家是名校 你要打拱頭了 沒有了,沒有什麼了 隨時你現在的名校 明年不是的了 是啊,是啊 其實這些人看來就快要殺進來香港了 我想下任特首一定會把這些大陸的東西放進來香港做的 起碼不會像現在那麼離譜 真的 可以說無論天時地利任和 周圍都好像是 對地產霸權完全的支援 那些小市民就很嚴重了 我剛才說的那個XX微XX龍 就是管內的後台很硬 是吧 那現在都死了 是吧 他後面的後台那個 那個網購大平台都隨時有事了 那是不是 會不會 XX微XX龍和那個網購大平台背後的老闆 都是林鄭背後的老闆呢 即是阿爺都敢動這些 的XX龍和XX微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敢動你林鄭呢 那當然阿爺都可以溫柔的 未必立刻動 但是如果01那個阿堅的話 明年 明年要通關的時候就動了 可以的嘛 為什麼不行 對 對 即是你現在的問題就把刀放在林鄭的頭上 嗯 對不對 嗯 在大陸是在殺著漢奸的了 嗯 你林鄭是什麼課息你不知道的嗎 是 是 真的說完了 不過你 你這個樓市你在做什麼 你在做什麼 你是怎麼保護樓市 明天大雨就滑餅沖機 還沒看樣的 是 現在 現在繼續的 外面的人說 我相信接下來會破頂的 那 會 一天有的 林鄭在那裡一天都會發生這些事情的 是啊 有什麼難的 越來越多人住劏房 是不是 然後人家炒樓的沒有懲罰 是不是 斷積地 斷積一手樓 是 那些老朋友 那些老朋友 有些想移民的 即是接下來移民 想賣那一層樓 即是多些現金的 市場那裡減價 賣的都沒有人來看 不是 他控制了那個 agent 就是 那些agent也狼斷了 只有那幾間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叫agent只賣一手樓 是啊 沒錯 好 真是 沒辦法 好 何智剛來到這裡了 是不是 來到這裡了 不是投資意見 好 全部投資意見 純粹是吹水 好 就這樣 好